提到最凶猛最危险的动物是 人们总会想到鳄鱼或者狮虎等大型猛兽 然而在自然界中 凶猛并不但取决于体型的大小或者爪牙的锋利程度 比如体型较小的幼科动物平头割蜜欢 它的凶猛程度人尽皆知 但实际上在幼科中有一种动物比之更深 它就是被称为幼科一割的狼欢 圈个有用狼欢 狼欢学名雕雄 因为形似熊尾巴向雕而得名 狼欢是体型最大的陆生幼科动物 但体长也不过0.8至1米 体重仅有8至25千个 与身处热带亚热带的亲戚密欢不同 狼欢更喜欢欧亚和北美大陆北部的寒冷地带 它们有着一层蓬松而又浓密的外套 能够有效地预寒和抵抗外敌的攻击 狼欢的速度很快 即便在雪地中也有着48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狼欢被封为幼科一割并不只是因其体型最大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们强悍的实力 狼欢在栖息地几乎没有天敌 它们占独狼褪美周势 饥饿的狼欢甚至会主动争夺独狼的食物 甚至不惜与之大打出手 狼欢的体型虽然比独狼要小很多 但它的灵活度却远超独狼 激战中狼欢总是能巧妙地躲避独狼的攻击 然后还会趁机寻找到对方的弱点 瞬间反咬狼的鼻子 最后独狼因受伤不得不逃之夭遥 狼欢则完好无损地开始享用夺来的食物 不仅仅是面对独狼 狼欢遇到狼群也敢上前蹭吃蹭喝 更离谱的是狼欢还会试图驱赶群狼 并且遇到美周势干犯 狼欢也会毫不犹豫地去抢夺食物 在狼欢面前 美周势只不过是大一点的猫而已 面对狼欢的步步紧逼 美周时没有丝毫反抗之力 只能放弃猎物落荒而逃 处于狼欢这种凶悍的性情和强大的实力 喜独居的狼欢平均会有最大200到500平方公里的领地 最大领地可达686.5平方公里 它们的领地意识很强 即使遇到同类如今 也会大大出手 狼欢为杂食性动物 尤其喜欢蜂蜜以及大型动物的肉 其中就包括驯鹿 狼欢可以单独捕杀体型 打到五倍的成年雄性驯鹿 它们的身体灵活性极好 又有着锋利的牙齿和锐爪 在轻松化解驯鹿反击的同时 还能趁机给驯鹿造成严重的伤害 用自己的利爪和牙齿攻击猎物脆弱的头部 如此反复不带停歇 最后把驯鹿耗得筋疲力尽 而狼欢却丝毫不显疲惫 驯鹿的结局也不言而喻 狼欢和多数幼科动物一样 有着发达的臭剑 当它们遇到不敌的大型猛兽时 狼欢就会分泌出臭味浓烈的液体 并且还会滚得全身都是 掠视者健壮也时常会望而却步 由于狼欢的皮毛 有着异常神奇的保暖效果 猎人的大肆捕杀 以及森林面积的急剧减少 在我国野生狼欢仅存200只左右 属于极度宾威状态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不要忘记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